晚上8点闭店 早上8点来开门 发现那个锁坏了 是被他撬坏 我家是那个查的那种锁 他把那个门把手给拧坏了 打开了以后就发现 那个收银抽屉都在桌子上领乱 然后查监控就发现小偷进来了 三点多进来的丢了两千块钱 如果是我们那抽屉那个钥匙就在上面 当天就报警 没见过 看不清 他主要是戴帽子口罩还有手套 基本都看不清 20多岁